师父 人心已经死了 不是的 全都忘了 师父 我不要 师父 师父 你听我前身 美娘说得没错 你果然弄了这么一件迷事 水姐 我喜欢你 不 我爱你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怕上天入地 好 那你马上上表辞官 交出你手中的雨林军 放弃你现在 最引以为傲的郭心 再帮我挑几个 俊俏的郎军来扶上 怎么 做不到吗 你想出人头地 想要做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臣 这样的你 就不能有软肋 也不能有命门 人心已经死了 胡阳郡主 也是个假身份 不是的 全都忘了 不行 秉明 别说 秉明 还要我说得更清楚吗 全天下没有谁比你更明白 先皇后娘娘对我意味着什么 可这么多年 你从未想过要替她报仇 甚至连一次祭拜他都没有 你放弃当初你娘不要你的时候 是谁把你接进宫 是谁让我送你的师父 黎同工 不是的 知道为什么我说 是你自己丢了舅儿吗 因为不管从前的舅儿 再怎么桀骜混账 也不会这么凉薄 师父 对不起 可是您真的不要哭了吗 师父 我最难听的你 我最难听的你 海外走 抓紧以来不及 不是的 你抓紧以来不及